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乃至更早 东北有这样一种婚俗 女人可以同时嫁给两个男人 前夫是原配 后夫是帮套 三人在一个家庭里共同生活 彼此相互照应 这是东北婚俗史上有名的拉帮套 在物资紧缺的年代 普通家庭只能勉强维持 有的家庭因为丈夫患病失去劳动能力 无法赡养老人 照顾妻女 在得到丈夫同意后 女人另寻一名老实厚道的男人共同生活 等到丈夫去世后 可与此人结为正式夫妻继续生活 这种类似马拉车时的帮套的婚俗 就是拉帮套的本意的延伸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 我是本期主播文辉 下面讲的就是一个拉帮套的故事 在东北某座山下 有一个小村庄 叫丰饶村 说是丰饶村 其实穷得响叮当 就指着一点田地过活 但不知道是不是水土的原因 这儿的女人却长得漂亮 就算上了点年纪 也都受看 总能吸引其他村的人来讨媳妇 还有的人光棍 索性就等在玉米地里 等到别人干修修的事 自己上去抓现行 谁要是被抓到 只能拿身体让别人封口 否则别人到处说闲话 那自己也没法过了 虽然这村子里的叙事很多 花样也不少 但都离不开情 人有七情六欲 但有时因为一个情字 就能改变一个人 或一个家庭的命运 丰饶村的名字可是大有来头 村里的黑土地 会长出一种野生红薯 也叫地瓜 个头比普通的要大 味道既甜又管宝 也因为有这种食物 即便是偏僻的 连公路都不通的小山村 都能有几百户人家得以过活 但活是能活下去 生活却是枯燥的 在没有电灯的时候 天一黑只有早点睡觉 唯一的娱乐就是 男女在炕上的那点事 就算这样 村里人也有欲望和情感 也不缺乏那些情感纠缠的事 因为穷 村里的男女比不平衡 男多女少 这就有了拉帮套的习俗 哪家的男人要是得了病 不能干活养家 那女人和小孩为了生活 只能去求村里那些 有力气的光棍 帮自己家干活 这样一家人才能活下去 而作为交换 拉帮套也相当于有了老婆 这相当于二男共事一女 等女人生了孩子 要是有两个 一个算是自家男人的 另一个算是拉帮套的 但拉帮套的人结局都不怎么好 许多人老了没力气了 就会被人家赶出去 过着凄苦的生活 也没有人照料 除非是条件特别差的人 否则都不会给别人拉帮套 当然还有一种情况例外 除非女人长得很水灵 男的贪图美色 就有可能拉帮套 村口的药匣子家的老婆 是个大美女 叫陈翠花 听说是她被拐到村里来的 还读过一点书 刚嫁的时候 陈翠花那时一哭二闹三上吊 但很快有了孩子 加上周围人看得紧 也就认命了 来年陈翠花生了个胖小子 人也精神多了 虽然村里女人少 但普遍都是重男轻女 要匣子一看生了男孩 高兴得整晚睡不着 老脸上也有了笑意 房子里也多了小孩的哭声 和欢笑声 陈翠花可不想让儿子 叫什么狗蛋之类的 就给儿子起了个文雅的名字 陈飞 意思是希望她将来 能飞出这个山沟沟 村里人都喊她的小名飞子 飞子十岁那年 四十来岁的父亲 因为早年在矿上干活得了肺病 在家养也没养好 反倒更严重了 不时会可血 要匣子觉得自己活不久 就担心起了老婆陈翠花 毕竟她干不了重活 而儿子年纪小 也帮不上什么忙 琢磨来琢磨去 终于做了决定 把想要找拉帮套的事 告诉了陈翠花 陈翠花一开始不同意 毕竟嫁鸡随鸡 嫁狗随狗 生了娃也不想那么多了 但经不住要匣子苦劝 再加上自己确实不擅长农活 别人地里长得都是庄稼 自己家地里长得都是野草 每次别人看了都摇头 自己更是泄尽 再这么下去 公分正不够 到冬天可难熬了 于是陈翠花终于找拉帮套的事情 两人选了一转 最终要匣子拍板 选上了村里的光棍王毅 王毅身材高大 皆是 只是从小没了爹娘寄居在二姨家 因为穷困潦倒 也没有女人看上她 只能一个人过 要匣子选择她 主要是觉得她长得宽厚周正 一看心眼就不错 对自己的儿子也不会差 陈翠花也没说什么 于是就找到村之书一盒计 由村之书出面 凑巧王毅原本早就对陈翠花暗生情愫 所以事情办得很顺利 两家就这样达成了协议 游药匣子两口子 一起去王毅家取行李 把她接到自家炕上 王毅年纪和陈翠花相仿 早就暗恋陈翠花的美貌 村之书才刚开个头 王毅就答应下来 两家就这么合为一家 共睡一扑大炕 东北的农村大炕既大又长 本来南北两扑大炕 但为了省柴火就烧一扑炕 两个大老爷们 一个毛孩子和一个女人挤在一起 办事就不太方便 王毅一来就起早贪黑的干活 从来不说累 一个人能顶三个人用 药匣子和陈翠花看着眼里 乐在心头 这下吃穿用度不愁了 药匣子背着手嘴里叼着一杆烟枪 对陈翠花道 我看连罗子也比不过她 怎么样 听我的没错吧 瞧你嘚瑟那样儿 陈翠花白了她一脸 脸上挂着满意的笑 白天还好 可一到晚上日子就难熬了 按照习俗 拉帮套的要跟女主人睡在一起 天一黑 王毅还有点腼腆 在门口站着不敢进去 陈翠花道显得大方 做好饭菜 撩起门帘 温柔道 王毅兄弟 进来吃饭了 俺做的猪肉粉条 香着呢 看着陈翠花娇美的容颜 面带桃花的表情 王毅的心思早就飞到屋里了 赶紧憨笑道 嫂子 马上来 村里的习俗都是在炕上吃饭 王毅洗了洗手进了屋 只见炕上早已摆放了一个小桌 虽然上了年头 但擦得贼亮 一个粗瓷盆子摆在炕上 里面放的是香喷喷的猪肉粉条 旁边的大碗里还落了一堆大饼 散发诱人的香气 这还不算完 还有两颗大葱和甜酱 这大葱还有讲究 按惯例只能男人吃 放一颗代表有一个男主人 放两颗就是有两个男主 这就是二夫侍一女的拉帮套 药匣子在炕盐上敲了敲烟杆 咳了好一会儿才缓过进来 悠悠道 王毅兄弟 来 坐哥哥这儿 哥哥想跟你掏心窝子 说话时药匣子表情很复杂 好 王毅笑着拖鞋上了炕 坐在陈翠花的身边 陈翠花的身上传来一股香气 王毅用鼻子使劲吸了一下 顿时感觉飘飘欲仙 三十来岁的人了 还从没跟女人好过 坐在陈翠花身边 陈翠花起来帮她拿饼石 胸部碰到王毅的胳膊 王毅顿感一股灼热 只敌小腹 哥都这样了 以后翠花和妃子就拜托你照顾 你要好好对他们娘俩 不能打他骂他 今天你俩就圆房 又匣子又剧烈的咳了一会儿 王毅连忙帮他拍背 哥你说啥呢 俺怎么能做那种事 俺只想帮你把家撑起来 等你好了 俺就走 兄弟 哥果然没看错你 你是个好人 但这是规矩 俺不能坏了规矩 更不让你白忙一场 就这样定了吧 我这病是在矿上落下的 好不了了 一餐饭在沉默中结束 王毅吃了个八分饱就下了桌 坐到外面的苹果树下 拿着树枝子在地上画画 画来画去都是翠花的样子 直到星星满天 屋里灯都熄了 翠花从屋里出来 走到她身边 不早了 快睡吧 他们呢 王毅问 都睡了 于是老老实实跟着翠花回了屋 炕上已经铺了一层厚厚的花被子 翠花掀上去 掀开被子的一脚 倒 进来 说完就解开了一扣 这是药匣子专门吩咐过的 必须要跟王毅有办了事 才能让王毅对这个家死心塌地 为了这个家 翠花引刃了 再说王毅长得也不难看 身强体壮 平时对自己也好 脾气也不错 也没什么可挑的 翠花白天偷偷在后面看她干活 发现自己对她还是有一点点好感的 翠花羞涩地 瞅了眼王毅 缓缓脱下了衣服 顿时一个丰满的洞体 展现在王毅面前 那身子白得渗过了血 无时无刻不再刺激王毅的神经 王毅惊呆了 站在地上不知所措 视线却一刻也离不开翠花 只能拼命咽着口水 灶热从脚下烧到脑袋瓜 嫂子 你干什么 王毅结结巴巴地说 翠花的脸红得像苹果 把煤油灯吸了 麻利地脱光了衣服躲到被子里 给王毅留了个空位 轻声道 王毅兄弟 来吧 刚才王毅看到翠花嫂白花花的身子 心砰砰直跳 压抑得望更加强烈 简直要喷发出来 王毅赶紧脱了衣服 钻进翠花嫂的被窝里 两人背靠背睡下来 内心却像被猫抓了一样 痒得不得了 王毅感到身体像挨着棉花一样 一股香气扑鼻而来 王毅不自觉挪了挪身子 想离她远一点 否则自己真会憋不住 翠花感觉到背后的呼吸 越来越粗重 自己还是第一次接触到其他男人 内心竟然像少女一样 充满了羞涩和悸动 药匣子有病 常年吃药 每次在床上都是有心无力 自己也是个正经人 从来不去外面沾花惹草 但自己现在正是如狼似虎的年龄 怎么会没有需要 每到此时心里就像被猫抓一样 痒得慌 翠花轻轻地弯了弯腰 想蜷缩一点身子 没想到一下子碰到了王毅 感到她的浑身那么结实有力 自己就像触电一样 有点想让她抱着自己了 王毅本来在强行控制自己 没想到被翠花丰满的臀部碰了下 顿时闸门大开 欲望的洪水倾泻而下 王毅再也忍不住 转过身 一把搂住翠花 他感到翠花颤了颤 自己用那长满老茧的手 握住了坚实的山丘 心都要跳出来了 内心砰砰直跳 声音像击鼓一般 一个是干缠 一个是烈火 陈翠花万分想要 王毅万分想求 顿时擦出了火星子 在夜晚直放光作响 正当两人想要大战一番时 忽然一道咳嗽声响起来 打破了的夜晚的沉闷 浇灭了燃烧的火焰 王毅吓得一动不敢动 毕竟抱着人家的老婆 多少有点做贼心虚 手将在那里不敢动 翠花也很紧张 挣出王毅的怀抱 将脸埋在枕头里 一脸羞愧 自己做的叫什么事啊 翠花都想哭了 药匣子咳嗽了半天才咳完 内心也在恨自己 不该打扰他们的好事 他们在做什么药匣子 看都不看也知道 空气中弥漫的那种气味 她已经很熟悉 但她一想到翠花的身体 会被别人碰 泪水就不自觉流下来了 长夜漫漫 三人在煎熬中昏昏睡去 第二天天气好 一大早就扛起厨去了玉米地 翠花干不了重活 她家的庄稼慌得很 王毅想 得抓紧产 不然等草都长高了 就更难产了 也影响收成 因了昨晚的事 王毅觉得浑身充满力气 自己终于知道 女人是啥滋味了 真好啊 王毅一边挥舞着 除用力地抱下去 一边回味着昨晚的事 心想翠花那玩意 咋那么白呢 比雪 不对 比刚出炉的馒头还白 还很有弹性 能睡这么好的女人 真是福分啊 俺可得要好好待她 王毅美美地想 一边想一边活 居然就有使不完的力气 一早上就翻了三条笼 到了中午 太阳挂在空中 晒得人浑身火辣辣的疼 汗水顺着有黑的脸往下滴 王毅抹了把汗 糟 忘了带饭 王毅一只手煮着锄头 停在原地 另一只手抬起来 远眺前方 绵延的山巒将丰饶村团团围住 近处是一人高的野草 延伸到前方 太多了 不知什么时候能产完 她正犯愁 忽然看到前方出现一名女子的身影 穿着碎花的藕子 细腰一扭一扭 像一朵花飘过来 王毅脸笑得灿烂 翠花来看暗了 王毅冲扔下锄头跑向翠花 脑海中闪现出翠花的身子 顿时更觉得饿了 王毅跑到翠花面前 接过她手中的篮子 憨笑道 嫂子 你咋来了呢 给你送饭 你干活这么累 不吃饭哪成啊 哎 看你累得满头都是汗 赶紧擦擦 翠花说着 掏出一块手帕为王毅轻视着脑门上的汗 王毅感到一股忧香扑鼻而来 翠花走了好半天 身上也出了汗 蚝子的部分湿透了 贴在身上 衬托出玲珑的身段 王毅一看 内心又蓬蓬跳了起来 心慌意乱之下 不禁握住了翠花的手 用满是老茧的手轻扶着 嫂子 你真美啊 你这双手 就不是干活的手 以后就由俺养着你 你只要给俺做饭 其他的事都不用管 松手 别人看了不好 翠花羞红了脸 眼睛却看向四周 心里比蜜还甜 翠花想起自己 嫁给药匣子这么些年 哪儿体会到男女之间的快乐 凭心而论 药匣子虽然不怎么爱说话 但对自己还是不错的 但凡粗活重活总是抢着做 但他身体不好 做不了太多 也不会说这样的话 不会这么主动 而且两人年纪相差也多 没什么可说的 翠花对对方也没什么爱的兴趣 现在面对比自己 还要小一些的小伙 看着对方火辣的眼神 在光照下健硕的身材 翠花只感到内心有一种东西 像野草一样疯涨 看到翠花脸红的样子 王毅更是着迷 在翠花的手上亲了一口后 便打开篮子 道别怕嫂子 周围都没有人 你给俺做什么好吃的 好香啊 老远都闻见了 王毅一番话 让翠花心中一动 王毅兄弟 说啥呢 快吃 一会儿凉了 翠花脸皂得红透了 他还从未听见有人说过这般情话 虽然翠花朦胧中 记得以前好像在哪本书上看到过 但那已经是很久之前的事了 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 无论多么贫穷的人 都会渴望情爱 翠花也一样 翠花帮王毅打开篮子 拿出一大张葱油饼 又从罐子里弄了一碗红薯汤 递给王毅 吃吧 干活嘞 吃饱了才有力气 翠花说这话的时候 害羞地看了王毅一眼 就是那一眼 王毅心里明白了 翠花是喜欢自己的 王毅感到自己掉进了蜜蜜 从未得到的关爱 此时如潮水般涌来 端起碗几口就喝干净了 又连吃四张饼 肚子里无比满足 嫂子 你做的饼真好吃啊 比在外面买得还好 王毅温柔地看着翠花 看得翠花心里扑通直跳 翠花娇羞地笑笑 你喜欢 那以后嫂子经常给你做 看到一直暗恋的女人 居然对自己这么温柔 王毅不知道该说什么 看到饼 忽然有了主意 拿起一张饼塞进给翠花嫂子 你还没吃呢吧 一起吃啊 翠花点点头 也开心地吃起了饼 两人坐在田间地头 一起吃起了午餐 天空中的云在飘 树林里鸟在叫 陈翠花突然发现 原来丰饶村也这么美 原来生活不都是苦的 也有甜的时候 而自己即将迎来了新的时刻 虽然形势有些夸张 但陈翠花觉得也不是不能接受 她想起以前在书上看到的 叫以感恩的心 去对待生活的不公平 生活会有回报 自己一直这么做 就是指望有回报的那一天 没想到 那一天都得来了 就是现在 陈翠花心情很好 干脆躺倒在草丛中 看着广阔的天空 心情也变好了 本来只是不经意的举动 看在王毅眼里 却有一股别样的诱惑 清风阵阵 两座美丽的山丘矗立着 连绵起伏 就像丰饶村周围的群山一样 王毅感到自己都快要窒息了 这美丽让人窒息 陈翠花的脸上泛着的那种妩媚 不同于俗艳 而是一种诱人 却又纯粹的美 那种美不在于张扬 而在于从心底所散发出的气质与慵懒 这是王毅从未见过的 在村里也很少见 王毅再也控制不住自己 扑在了翠花身上 对嘴儿疯狂地吻着 翠花徒劳地推了两下 便彻底被征服了 干柴烈火 一点就燃 终于王毅停了下来 温柔地凝视着陈翠花的眼睛 再一次轻轻地吻着她的脸 她的鼻 她的眼 她的每一处 你要干啥 陈翠花像个少女一样浅笑着 她都忘了多久没这么笑过了 生活的担子 压在一个年轻女人的身上 让她除了疲惫 只有麻木 而王毅用最原始的方法 打开了她的心扉 给了她最纯粹的快乐 陈翠花享受着这份快乐 翠花嫂子 你真美啊 我很早就喜欢上你了 你知不知道 每次你去干农活 我都悄悄跟着你 就隔着很远的距离 不让你发现 每天我睡觉 梦里都出现你的身影 王毅的话让陈翠花惊讶不已 我就说嘛 总感到有人在后面偷偷跟着我 可每次我回头看 却又空无一人 原来是你 你跟着我干嘛 我只想保护你 嘿嘿 王毅憨厚地笑 让陈翠花的眼睛湿润了 一种感动油然而生 感受到男人那种滚烫的激情 陈翠花的浴火烧变全身 立马变得顺从 他像个向导一样 指引王毅进入秘境 王毅头脑空白 那种兴奋感无以言表 在这广袤的天地中 情感在无限地蔓延 翠花嫂子 真 书 服 王毅快哭了出来 叫我翠花就好 啊 这种快乐真是前所未有 翠花 王毅叫着她的名字 一次接着一次 两个人沉浸在快乐中时 远处一个可爱的女生 还在那里发愣 娘跟那个拉帮套的在干嘛 怎么喊了好几遍都没答应呢 会不会被欺负了 不然娘怎么再叫唤 妃子气愤地捡起一块石头 丢了过去 落在玉米地里 随后传出一声男人的惊叫声 妃子吓得转身就逃到了院子里 爹啊 不好了 拉帮套的欺负娘 不准叫拉帮套的 要叫王叔 他怎么会欺负你娘的 要匣子奇怪到 他压在娘身上 娘疼得紧呢 一直在叫 他也不松手 可坏着呢 妃子一边说一边模仿 爹面色苍白 忍不住咳了起来 竟咳出一口血痰 妃子赶紧弄干净 又打来一碗水 爹 喝水 然而轻轻拍打着父亲的背 一口水下去 妖匣子觉得舒服多了 但总感觉心口压了块石头 让他堵得慌 想到万一自己有个三长两短 老婆和儿子就得归别人了 妖匣子心疼得很 但又有什么办法呢 他紧紧抱着儿子 哭狗的头发在儿子的脸上蹭着 颤抖着 终于控制不住地哭出来 那哭声虽然低沉 却透着凄惨与悲伤 妃子害怕了 父亲的样子把他吓到了 他无法理解这是怎么回事 他只是觉得 一定是拉帮套的对娘不好 爹又没办法 妃子抱着父亲 恨恨道 爹 你别哭 我会给你报仇的 妃子说话时 目光中透出一股阴恨 那是跟他年纪很不相称的东西 像狼一样让人胆寒 但他爹没看到 他不知道自己的话 会给儿子带了多大的精神负担 更不会想到 这颗仇恨的种子会害了别人 妃子想不通 自己家过得好好的 为什么要找个拉帮套的 而且自从那家伙来了后 爹的病好像就更重了 还被气得哭成这样 说真的 自己家对那拉帮套的算好了 好吃好喝的都先留给他 没想到却是个忘恩负义的 行 你敢恩将仇报 我就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妃子下定了决心 翠花回来时 脸上还有两朵红霞 内心却像吃了蜜一样甜 走起路还有点晃 感觉像出了大力一样 但浑身却很舒服 翠花进了屋 看着躺在炕上的药匣子说 妃子呢 吃饭没有 吃过了 妃子去外面跟其他娃娃了 药匣子声音低沉 看着翠花高兴的样子 她就提不起劲 谁让自己得了这病呢 撑不起这个家 也就怨不得人了 听人说村里来了工作组 专抓男女作风 隔壁村都揪出来几个了 药匣子看似漫不经心地说了句 听了药匣子的话 翠花心虚地看了她一眼 以为她知道了 转念意想不应该 她躺在坑上能知道个啥 于是体贴地打了碗水 端到药匣子的边上 知道了 你喝点水吧 我不渴 你去忙你的 别管我了 药匣子说完转过身去 你睡吧 我去洗衣服了 翠花把脏了的衣服都放在盆子里 端着就去了小河边 河边已经有几个女人在洗衣服了 见翠花来了 他们偷笑道 翠花 洗衣服呢 几个婶子都来了 翠花笑着打招呼 边上的二娃她娘凑到翠花旁边 笑道 妃子她娘 拉帮套的技术好不好 还用问吗 看她脸色润得跟刚过门一样 翠花 快说说 拉帮套的有多大厉害 看她长得高高大大的 那东西肯定也不小 有没有驴的大 呗 你咋不说有马的大呢 几个婆娘连衣服也不洗了 都凑到翠花跟前 叽叽喳喳地说着 翠花先是不滋生 等衣服洗完了 才抱着盆子站起来 笑骂 一把年纪了还没个正行 让你们儿子孙子都听听 想要就去找一个 翠花对了他们一句 刚到丰饶村时 翠花还不习惯 这些老娘们而说的个应话 听多了也觉得就这么回事 跟他们对两句也好 就当是打发时间了 毕竟丰饶村的生活平静 却辛苦 平淡苦闷 让这些没见过世面的老娘们儿 很压抑 只好说点昏段子来消磨时间了 翠花个性好 待人实诚 也就招人喜欢 多大年纪了还害羞呢 狗圣妈笑道 她是最羡慕翠花的 不管谁都能把她当宝 没办法 谁让人家气质好呢 学都学不来 狗圣妈只能嫉妒地看着她离去 最近村里来了工作组 要抓男女作风 你可当心点 万一被抓了现行就完了 狗圣妈声音最高 让他们抓呗 翠花一边说 一边快步往回走 她的心情是愉快的 谁都不能泼灭这份快乐 时间像河水一样蜿蜒流逝 很快太阳就下山了 翠花做好了饭 就在院里缝缝补补补 然后等王毅和妃子回家 很快妃子回来了 娘 俺回来了 妃子蹦蹦跳跳地跑向翠花 一头扎进翠花怀里 翠花轻抚着儿子的头 看着俊俏的面容 恋爱道 妃子 你长得越来越美了 以后娶了老婆可别忘了娘 虽然是玩笑话 但妃子却抬起头认真道 娘 俺不娶亲 就守着娘过 傻儿子 这怎么行呢 你不得找个人伺候你 那要找个好女人 妃子认真道 是不是像娘一样 陈翠花开起了玩笑 妃子不说话了 你去哪儿完了 身上这么脏 翠花伸手给儿子 拍打着衣服上的灰尘 俺跟狗圣他们去村口完了 有人在贴标语 说要抓男女作风 娘 啥是男女作风 妃子好奇地问 就是男人和女人 哎 你一个娃娃家 问这个干啥 快吃饭去 翠花说着脸红了 妃子不情愿地去屋里吃饭 满脑子 还是想着刚才的事 很快王毅也回来了 在翠花身上拧了一把后 也进屋吃饭 翠花歉意地说 一边照妃子的光屁骨带上 做事拍了两巴掌 却没真使劲 妃子躲在被窝里娱乐 嘿嘿 你个臭拉帮套的 看小爷怎么收拾你 第二天翠花又去给王毅送饭 看到地里的草都除得差不多了 种子已经埋进土里 几个月后就能长出来 于是兴奋地对王毅道 毅 我们今年公分挣得可不少 过冬的时候应该能吃饱了 当然 到时候安给你抓傻袍子去 那玩意儿贼香 真的吗 翠花眼睛放光 以前家里只能靠自己一人 公分挣得少 分得也少 一家人都不够吃 饭都不够 更别提肉了 翠花很感激地看着王毅 想着幸好有她在 才能让全家吃饱饭 否则到了冬天可怎么过 看着王毅直起了腰 翠花赶紧拿手帕帮她开汗 王毅看着翠花娇好的脸庞 丰满的身材 内心又起了坏心思 朝四周看了眼 就笑着将手放到翠花那里 翠花嫂子 好舒服 王毅一边说 一边揉挤着 人也靠了上来 翠花羞得满脸通红 担忧地看着周围 道 小心些 最近工作组来了村里 啥是工作组 王毅愣愣的 随后动作更大了 翠花感到浑身都软了 嘴里不禁发出哼声 翠花嫂 你想俺了对不对 王毅一脸坏笑 别 翠花感到全身一颤 低声道 咦 别这样 晚上再说行不行 俺真怕让人看到了 晚上内烟枪又要渴 俺都没办法 那能不对换个地方 这里容易被人看见 去那边 王毅拉着翠花嫂子到了一棵树下 开始释放渴望 翠花嫂子 你转过身 扶着树 翠花刚摆好姿势 就感到下面一凉 裤子愣是被王毅扒到了脚跟 顿时羞得脸红 一 会让人看到的 嘿嘿 哪儿有人呢 王毅话才说完 翠花就感到浑身一颤 她不禁叫了声 啊 嫂子 还舒服吗 王毅有点紧张 哼 翠花害羞道 正在两人快活时 忽然听到一声喊叫声 干嘛呢 两人吓了一大跳 特别是翠花 捂着脸提起裤子 王毅回头一看 只见几个戴着红袖套的人 从周围围了过来 村支书也来了 你们干啥呢 领头的一个戴眼镜的男子冷声道 我 我们 王毅语无伦次道 哼 带走 那个男子说完 周围的人就把王毅和陈翠花带了回去 并作为典型 当着全村人的面癌批 后来 他俩双双跳河死了 要匣子也被气死了 家里只剩妃子一个人 被远房亲戚抱养了 还改了性增 村支书也因为作媒受牵连 上吊了 这就是丰饶村的拉帮套故事 妃子后悔吗 当然 每天他都在后悔 如果当初不打小报告 也许还能保住自己的家 也不会牵连无辜的人 可是后悔有什么用呢 一切都回不去了 天一直在下雨 不知道多久才能停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听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订阅